最常见的是病毒症候群 就心跳很慢 慢到有症状 或是你传导有障碍 有防止传导阻断 这时候就可能要装这个截律器 慢到非常有症状 或是有的病人忽快忽慢 有的慢到二三十二 有的快到一百七百八 那你到底要治疗快的部分 在治疗慢的部分 通常就是我们会用药去控制快的部分 会给你心跳变慢 但是慢的时候 你吃药的时候 慢又会太慢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你装心脏截律器 不要让它太慢 那一般的心脏截律器 由医师来评估 不是你想装就装 当然是要经过检查 需要装才会装 有的必要时还会做定生理学检查 来确认你的问题 是真的是跟传导障碍有关 所以其实要不要放截律器 要不要放电池 有医师来根据你的心脏的状态 来做评估